《一虎一席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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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話大家談》 《好電器格力罩》 歡迎收看格力電器 獨家冠名的《一虎一席談》 農曆假成龍年 春節特別節目 全球華人新年好 在這兒給您拜個晚年 祝您龍馬精神健康安康 龍鳳城祥家庭和樂 問題來了 家庭和樂 我們不能只顧自己的小家和樂 如果大家不和樂那怎麼辦 我所謂的大家是是什麼呢 就是原本應該和睦相處的 四海一家整個人類的世界 這幾年因為戰爭輪番的上場 原本我們是高唱 We are the world 四海一家的世界 現在卻變成了 We are the world 2023戰火紛飛 兩場戰爭讓世界走到懸崖邊緣 毒物衝突陷入消耗戰 拉鋸戰 雙方戰線膠著 互有攻防 無防反攻受挫 陷入苦戰 無人機的大規模使用 改善了戰場規則 烏克蘭疲勞症在西方國家蔓延 美歐盟有的搖擺不定 與基辅內部的政治緊張局勢 正逐步削弱烏克蘭的戰鬥力 俄羅斯挺過西方極限制裁 地緣政治角力日趨激烈 今年俄烏衝突將會迎來決戰 尋求和平 還是轉向長期對抗 仍是全球關注焦點 而在中東 海域衝突突然爆發 戰爭規模和危機程度前所未見 哈馬斯以出其不意的方式 將巴勒斯坦問題 再次推到國際舞台的中心 以色列的鐵劍 應對哈馬斯的阿克薩洪水 讓本意艱難起步的 中東和解潮戛然而止 儘管國際社會紛紛呼籲停火 但由於美國對以色列的持續支持 戰事的未來仍然扑朔迷離 衝突敗役導致區域性動盪 黎巴嫩珍珠黨也門胡塞武裝 同以色列和美國的衝突明顯增多 甚至威脅虹海的航域安全 2024 和平前景仍然充滿懸念 一輝線MK 2023 世界動盪失序 2024 能否重塑和平 從2022年2月24號到現在 俄烏開戰將近兩年了 全球最關心一件事 這場仗 看得人累了 打得人更累 今年可不可以畫上這句號呢 在過去這一年 他 烏克蘭的總統 澤連斯基 旋風式的外交 他不斷地穿梭在美洲跟歐洲 為國家利益不斷地呼喊 而他的烏克蘭總統辦公室聲稱 考慮從西方獲得的武器 烏克蘭軍隊在去年 也就是2023年夏季發起的反攻 其實相當成功 澤連斯基的大反攻 能夠算成功嗎 而即將面臨大選的他 這回能夠順利連任嗎 從我個人的角度來講呢 我覺得烏克蘭的反攻 恐怕也不是一個 就是媒體上的渲染 完全是這樣的一種方式 可能這個烏克蘭的反攻 不會是很多人猜測那種大反攻 但是呢 它在局部是有很多的佈置的 有很多的準備的 包括現在西方給烏克蘭提供的 主戰坦克 包括未來有可能會提供的 新的這個戰鬥機 包括烏克蘭現在防空系統 包括烏克蘭現在給俄羅斯後方的 遠程打擊能力實際上 對 你都找到這些先進的裝備 鮑2主戰坦克 還有愛國者防空導彈 這些先進裝備 虛虛實實 實在哪裡 虛又在哪呢 請說 雲飛 而實的地方呢 主要是確實給它提供了 愛國者導彈鮑2的坦克 但是呢 它的作用不大 一個呢 是數量少 你看這個愛國者導彈 就提供了幾個連 沒有太大作用 鮑2坦克也沒多少量 最多是三十幾量 這樣的數量投放到戰場上 就是一個閃兵游泳 儘管呢 會給俄羅斯軍隊 帶來一些麻煩 但是呢 對扭轉戰局 不起決定性的作用 而且呢 你像鮑2坦克 騎車和俄羅斯的T90S這類的坦克 沒有多大優勢 差不多 不會僅此這幾件武器 就迅速取得對俄羅斯那些武器的優勢 做不到的 我們現在來討論這個 烏克蘭所說的這個反攻啊 的確不能僅僅從它的一些 政客的表態來看 我覺得這個裡面 其實虛虛實實也好 真真假假也好 烏克蘭實際上實際上 達到這樣一些目的 第一個 在政治上做一個表態 表態什麼呢 就是我不妥協 我不推讓 我還要繼續打下去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它要盡量把戰場上的被動 轉化為主動 所以接下來我們看到 除了我們看到 巴赫木特似乎是打了一場呆仗 但接下來 我相信烏克蘭在這個 所謂的反攻裡面啊 它會放開手腳 它會打更多的靈活的作戰 第三點 反攻是一個很好的理由 向西方不斷地拿到援助 這個的政治意義 或者說給它實際上 戰場上的支持作用呢 要遠遠大於它眼前的 幾次戰術性的反攻 除了愛國者這樣被動的 防禦系統以外 是不是需要給烏克蘭提供 這種更先進的打擊的空中系統 我覺得這個呢 實際上是 這所有的一切 都是在反攻的名義下 進行和發生的 那美西方當然想 讓澤連斯基將已有的武器先用上 尤其是希望大反攻能恰到好處 一方面呢 能收復烏克蘭的部分土地 另一方面 不能讓烏克蘭過於強大 從而侵入俄羅斯領土以內 以避免觸發更大規模的戰爭 甚至是核戰爭 軍事的問題 肯定要有軍事的常識去決定 因為我們說實際上對於美方來講 無論美方對這個計劃是不是了解 但是我們如果關注地看 美方近半年以來 對烏克蘭的援助的話 那麼它的援助的重點 實際上已經開始轉向了 後勤裝備 工兵裝備 這些真正有可能決定 烏克蘭是不是能夠達成一次突破的 這種關鍵的武器 所以我覺得其實對於美方來講 美方希望看到一場局部的成功 但是烏克蘭的大規模的集中 很有可能會成為俄方打擊的目標 最後是消耗它有限的 寶貴的人力跟裝備 所以我倒是覺得 烏克蘭方面現在最合適的方式是 打混合戰爭 就像現在這樣把戰爭 逐漸向俄羅斯境內去推 那麼這樣的話 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去提高 自己在國際上面的影響力 包括減輕自己的壓力 同時也不至於太多地 消耗自己的力量 而且我覺得對於北約來講 北約的目的不見得是要讓烏克蘭人 打贏俄羅斯 而是要讓俄羅斯的軍事力量 沒辦法在烏克蘭迅速地實現通過 當澤列斯基拼命地向西方 喊救命呼叫的同時 他在幹什麼呢 俄羅斯總統普京 則在加速地向東看 去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和朝鮮最高的領導人 金正恩先後訪得 並且和普京會面 我還記得在3月份的時候 習近平對俄羅斯進行了國式訪問 同時和普京會談 中國能不能促成 俄烏走上談判桌 是當時的全球焦點 在2023年的9月份 普京和金正恩在俄國遠東地區的 阿布爾州的 東方航天發射場的會晤 這個時機點 俄朝雙方的一把手突然地走近 表面上來看似乎是 天作之河 兩情相悅 如果繼續地深化下去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白宮非常擔心 白宮擔心這將會危及到 烏克蘭以及朝鮮半島的安全 一個月之後 也就是今年3月17號的 俄羅斯大選 如果普京連任 那麼對俄烏衝衝突而言 是迎接戰局和緩的曙光 還是戰火進入了加實賽的一道逆國 中俄強調負責任對話是 穩步解決問題的最佳途徑 我們馬上連線新的嘉賓 是日本國立新系大學 現代社會文化研究院的副教授張雲 張雲 我們看到中俄領導人 這次呼籲和談來解決 這一次的俄烏的危機 日方是怎麼看待的 日本的媒體報導 我覺得大部分還比較 都是相對來說比較的 不是那麼正面或者積極吧 認為中方提出的都是一些原則 沒有太具體的內容 這個是主要的一個基調 但是我覺得 從中方這個角度來講的話 要進行調節也好 斡旋也好 首先是要被調節的 這個雙方都要有意願 那麼從現在最近這個岸田首相 突訪烏克蘭這個情況來看的話 西方世界還在主要是要鼓勵 或者支持烏克蘭進行 戰爭到底這麼一個態勢的情況下 烏克蘭到底有多大程度上 做好準備了 願意談 我個人認為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號 我看你一直在點頭沙庫拉 我基本上同意這位嘉賓的看法 中方也發表了自己的立場 就是俄方也對這個立場 表示讚賞 表示尊重 沙庫拉我能不能這樣地理解 現在的時機 跟一年前是截然不同的 這個時機點更重要 也更成熟 是這樣子 就是衝突拖得越久 這個談判回越南 去年的三月底 雙方就是俄羅斯和烏克蘭 已經達成了一個框架協議 基本上已經草籤了 後來4月4號 英國的首相去了基夫 然後就向基夫政權說 不行 你們要繼續打 我們會支持你們 這樣就是這些談判的努力 一天就是變成了什麼都沒有 我很好奇一件事情 俄羅斯絕對是樂見 中國這個時候扮演俄烏之間 這個促談的角色 在未來俄烏之間 真要走到簽署和平的 跟關鍵點時刻 是不是少不了 中國的角色在裡頭 這個比較難說 為什麼 俄羅斯 烏克蘭之間的問題 其實本來不是很多 主要的問題是 俄羅斯跟西方之間 所以要是烏克蘭能夠放棄 這個西方的介入和影響 其實我覺得俄羅斯跟烏克蘭 解決問題也不需要就是任何的 外部過來的一個方面 對 但是如果這個西方還在的話 可能那是整個國際社會 得尋找的一個共識 當然在這方面也少不了中國的作用 在9月中旬 朝鮮的領導人金正恩他訪問俄羅斯 他參觀了什麼地方了 不得了 俄軍的最新型的戰鬥機 還有包括高超音速的導彈 還有最現代化的護衛艦等等 他都看到了 我們套用一句 俄羅斯的媒體說了這樣一句話 他說俄羅斯向金正恩展示了 沒有向其他任何外國領導人 展示的武器和技術裝備 真的是如此嗎 諾文 普京這次接待金正恩 迎接他兩個人見面的這個場地 是俄羅斯的東方航電發射場 而且普京明確地表示說 他這次來在這兒接待金正恩 為的就是轉移先進的衛星技術 這也是朝鮮現在最為敏感 最為渴望的一個籌碼 可以說這一次俄朝的合作 不光是裝備 甚至在背後的大修 維修 轉移 總裝這些產業鏈和生產的鏈條上 都對朝鮮敞開了大門 這是因為兩人之間的利益是契合的 現在都有所求 都有所需 只有利益契合的時候 兩人才能握得更緊 尤其這一次我看到不僅僅是 俄羅斯媒體的這些照片 尤其你仔細看朝鮮媒體照片的時候 我們看到什麼 在閉手導彈的時候 特意打上了馬賽克 這也是證明雙方溝通是極其睡暢 極其信任的關係才能做到 我覺得對這個問題有兩種觀察方法 一種就是比較粗糙 有的時候比較皮像 因此把目前朝鮮達到的同胸程度 你可以吹得無邊 但另一方面如果採取比較仔細 比較慎重的觀察的話 你就會當然地覺得這事情 裡面事情比較複雜 特別是這兩位都是很精明的人 如果說雙方沒有顧慮沒有保留 這個應該是不符合常理 而且從他們的政治性格是有出入的 我覺得我剛才討論 不是一個最根本的因素就是韓國 韓國最近就是以西約上台以後 非常高調地倒向美國 不管是在半島問題上 還在俄羅斯問題上 不但加入了對俄羅斯的制裁 而且也高調地向烏克蘭方輸送武器 那麼這些對俄羅斯來說 對朝鮮來說 都是一個非常大的促進力量 這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 如果沒有這個因素的話 我講的這一次 韓國 朝鮮和俄羅斯 不會走得這麼緊密 這是從某種意義上說 是以西約的強硬政策 把兩個人推到了一起 在2023年的俄烏戰場上 這個人物當然也不容忽視 畫面上看到的就是 俄羅斯軍事私營公司 是瓦格納的負責人胡里哥人 去年6月23號 他發動了武裝叛亂 震驚了全球 我記得當時就在這裡 有一位觀眾 在我們《一壺一壇》的節目當中 大膽地預言 他說胡里哥人四個字 難得善終 結果被他一語成誠 你認為說普京會怎麼對付他 對 我認為大概一定會殺掉他 不會有另外第二條路 不會有第二條路嗎 不會有第二條路 你覺得目前所看到 只是暫時的權宜之計 沒有錯 你從歷史上的戰爭史上看出來 絕有最近就是人 絕對不可能說不殺掉他 只是暫時不殺掉他 而且他現在無法殺他 如果他可以殺他 一定殺掉他 不過跳到台北現場 帥化名 帥將軍 老帥要做補充 從你的角度來觀察 莫斯科的政權 現在他面臨的衛爆彈會在哪裡呢 其實談不上什麼衛爆彈 是看後面的後續處理 第一個 他已經成功的肢結了 這個馬格納部隊成為三部分 那麼第二部分呢 就是看如何利用這些殘餘的力量 你不要講啊 戰場上最珍貴的是 打過仗的老兵老幹 那麼這個部隊到了白俄羅斯 何嘗不能夠做另外一個運用呢 今天烏克蘭不再發起 春季大反攻 夏季大反攻 但是白俄羅斯有那麼一支部隊 對基普那麼近 何嘗不是一個威脅 而且他不是俄羅斯的正規軍 他的行動俄羅斯不必負責 所以這個問題是看如何運用 一個偉大的政治家 不計較個人的恩怨 是計較如何利用你的價值 所以普里哥人可能會被誕出了 那這些去到白俄羅斯裡面 有沒有還有可以領導的副手 或者是有個強悍的一個將領 可以運用呢 這個我們都未知之術 所以美國是唯恐天下不亂的 你只要有這個兵艦 他就在那裡見縫插針 他的情報工作是不可能 到達瓦根納部隊來不及 但是他一定是可以拿來 撤印這些俄羅斯的反對派 哪怕反對派的勢力很小 如果說普里哥人 就這麼逃脫了懲罰的話 對普京的威望是一個很大的損害 那真的對他的繼續 對俄羅斯的統治肯定是不利的 因為這樣的一個叛亂的頭子 沒有受到懲罰 你想想這樣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 但是他去了白俄之後 可能暫時不會有人身上的安全問題 因為如果現在就出問題 似乎也不是很好 畢竟還有那麼多的瓦格納戰士 這些人肯定還是把普里哥任 當做自己的老闆 肯定還是會對他有這個情感的 那我覺得他到白俄 也不可能東山再起了 可想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他都可以反普京 那盧卡申科又不傻 我把他接過來 再讓他在這搞一幫子僱傭軍 萬一他要威脅我的統治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盧卡申科 他但凡長點腦子 他就不會再去用它 再去訓練一波什麼僱傭軍 甚至把瓦格納的人再弄到白俄 這個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我們說這個僱傭軍 他就是一個雙刃劍 確實能打仗 但是一旦反水了 那他可能就會翻臉不認人 人類戰爭史上最讓我們訝異的是 許多人是相當願意參戰 或者說是樂意支持國家大仗人 而這一切的一切都是人心作祟 人類從智人到驚人 發展到現在 我們變成現代人已經有20萬年了 大腦進化光速 內心卻退化神速 我們的大腦發明了一個又一個 迭代升級的戰爭的新科技 這些新科技讓文化的禁鄰 原本是相親相愛的俄烏兩國 變成了相恨相殺 結果委託由一波又一波無人機 來扮演冷酷殺手的殺戮戰場 大家要追問的就是 那麼未來的無人機 會不會成為整個軍事戰爭規則的改寫者 這個話題 我們馬上要跳到台北現場的雷倩 雷倩你怎麼看 最近有個兩句話大家在說 一個是叫做作戰效率高 表示你可以對敵方造成巨大的傷亡或損傷 第二個是叫飛行員傷亡小 所以既是作戰效率高 又是己方的飛行員傷亡小 我覺得這兩個就展現了無人機 對未來戰場的重要影響 尤其是在戰爭中 包括蘇維曼尼被拘殺 你可以看到他很可能因為他在世劇外 又無人化甚至無血化 很可能就產生了一種新的戰爭遊戲的心態 產生了更殘忍的殺戮可能性 所以一邊我們在說他的性價比高 他對於對方產生的作戰的效果跟效率非常高 但是同時如果所有的人都開始用一個 無論是忠誠療機或者是雜雜一體的方式 去進行新型態的作戰的話 我們也很可能造成了一個去人性化的 戰爭遊戲的殘酷世界 我們回顧人類的戰爭史 所有的能稱得上規則改變者的 不管是軍事理論還是武器裝備 它是指向兩個指標 一個是效率 第二就是成本 今天無人機在戰場上大放一彩 表現這麼出色 恰恰是由於這兩個方面的原因 一個它能夠以很高的效率 完成我的作戰任務 第二個它能夠以很低廉的成本 普及開來 所以未來不管是陸海空天電網 這六維戰場空間 無人機的使用一定會大興起到 現在無人機的一個很明顯的特徵 我覺得第一個是大家都說的AI 其實最主要是讓這個無人機 變成全自動化 就是它真正的全自動化 就是說不需要人來 那這樣 不需要人來操控 所有現在大型的東西 我們都會用無人的東西 所以這不是無人機 這是無人系統的問題 然後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 假如這一步一旦達到了以後 未來戰爭 無人系統的對決 可能就會成為戰場的 這個主要的一個模式的方式 紅瑜講的那個空戰 實際上現在美國 已經進入到了第三階段了 就是格鬥階段 它現在真正做不好的 就是人能不能相信這個無人機的問題 比如說我放個療機給我 其實不是我作為戰鬥機兵員 我作為黨機 我放個療機是個聽信息的 它到底會不會打呀 但是現在更最新是 最新的一個理念是什麼 你只要告訴它 你要消滅什麼樣的飛機 下個指令夠了 其它的動作全是自主完成的 全部是自主的 這是AI加無人機 我當時我看的 你自己的強項 是嘲諷戰鬥機的人 對 我自己嘲諷戰鬥機的時候 我會覺得我去判斷我去打 是啊 你給我保障就好了 它現在來說它來打 但是有一個問題 它學著學著 它覺得你比它強的時候 它會不會打你 這解釋不了的 所以未來的無人機 所以如果說AI技術 發展得非常完善 實際上現在美軍呢 也提出了一個要求 必須有一個後門 必須人類可以進入干涉 如果不能強行干涉的話 那後果不堪設想 所以AI技術就是一把雙刃 大家可以預見 將來無人機格鬥 這成為一個平常的事情 也就是說 將來有可能再發展下去 有緣戰鬥機 將會退出歷史舞台 因為通過有緣戰鬥機 來奪取自控權 這個已經是屬於一種過去式了 將來的發展趨勢是 自控權是由無人機來控制 但是你要是強調 有的自主的AI控制了 然後它是可以自主去幹的事情 這不可能的事情 這樣對人類社會 並不是好事情 所以無人機這個使用 必然是受人類的控制 這幾個輔助的效應 而且將來不光是無人機 無人船 無人坦克 無人狗 現在解放軍已經有那個電子狗 可以進行簡單的作戰功能 美軍的電子狗是用來駝東西用的 所以大家那個著重點不一樣 反正不管怎麼說 這只是一個機器的輔助 主要的還是絕對由人來自己決定 在普通的低力度的戰場環境下 無人機可以獨立作戰 但我想在更平衡的環境下 我講無人機應該成為 有人機的一個倍增器 就是無人機發揮它的高機動性 它的高算力 那麼結合飛行員 它的一些經驗和智慧 兩個成為一體 所謂有人無人協同 那麼在戰場上發揮更大的效能 人總是以為自己是萬能的 很多東西你做出來你能控制 但其實往往很多時候 出來以後你就很難控制的 所以就是最終 就是最後那個按鈕 就是人永遠不要禁止那個控制 不要認為就可以放給無人系統 或者任何的人工智能系統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人類作為一個整體 本身也要從某種意義上 是要往前進化 因為機器最後人的好奇心是無窮的 我相信AI到一定的時間 一定會發生 我說的是 就是通用AI 到那個時候我們人怎麼辦 所以人其實應該現在 就開始想那個 這就不繼續無人機這個事情了 就如同核能一樣 它可以成為我們能源的開始 也可以成為毀滅的工具 所以在我們的無人機 軍用的討論中 在它從中程療機 到了最後可能對人類發展 或者是發動攻擊之前 還有很大的一個空間 可以盡量地發揮它的和平用途 這一點我覺得中國大陸 無論是在AI在雲端計算 或者是在高速通訊 譬如說北斗為基礎的高速通訊上面 都有很好的基礎 可以盡量地去促進它的和平使用 剛才提到這個我們民用無人機 確實我們還有一個優勢 就是我們可能有世界上最大的 民用無人機應用的市場 在和平時期 無人機技術的進步 靠什麼拉動 其實靠的是民用技術 比如說我們看到前段時間 金經濟的大雨 像翼龍這樣的無人機 也可以出動進行一個通信的保障 包括一些救災搶險的工作 由無人機來承擔 這是我們在和平時期促進 無人機技術進步的重要的 這樣一個應用市場 如果我們不去打仗 無人機就是一個好東西 我曾經為咱們中國的某些省份 做這個應急方案的時候 就專門強調過使用無人機進行 第一個看情況 監控情況 第二個送什麼 空投這個藥品和食品 包括燃料 而且無人機用的起飛跑道 也不是那麼長 你這個民用跑道就夠了對不對 為什麼不能用無人機 去做這些工作 實際上最後一句話就是 放棄戰爭 無人機也有大好的前程 戰爭在你願意的時候開始 但卻不是在你樂意的時候結束 您還記得嗎 2023年10月7號 哈馬斯陝西以色列 還綁架了許多的人質 這個開場 讓哈馬斯的高層很爽 卻讓以色列的內塔尼亞湖政府 超級不爽 於是我們看到 以色列軍隊用吹枯拉朽的氣勢 大舉進攻了加沙 造成了數萬平民的死傷 這個意外的大動作 既喚醒了雙方仇恨的牽連輪回魔咒 更喚起了70年前 中東戰爭的往事並不如焉 但是戰爭與和平的解釋權 最終往往是在強者手中 我們來聽聽當事人的發言 你真的認為是為了 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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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军事的军事是一个最大的军事的军事 是一个最大的军事? 好 有两种方法来答应你的问题 第一个方法 一种不符合适合 尤其是中国人的语言 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他们需要语言 否则我们会有语言 我们会有语言 我们会不会助于我们的成长 去解决的事情 所以要发现什么事 你必须要走到某些道理的道理 為什麼這件事是發生 為什麼這件事是發生了70年來 這件事不是在 Hamas Hamas已經被發現了1988年 但我們的故事 我們的故事 回到70年代 你身處於什麼叫做 充製,充製充製充 你不明白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生在一個國家 是自由和獨立 但你的祖父母 是在外國充製充製充 請問那些清 ti prison會佈充製充製充 他們會告訴你 為什麼你去南京 問問 Tutions 是你的父母 ні pandemia 明白你的充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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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犯ं製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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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 那這是真的 Julian 首先 我們的戰爭 正在說明 ригают 攻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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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 cheering and the Islamic Jihad terrorist organization. We are not in war with the Palestinian people. We do not want to see uninvolved people getting hurt. What we do want to see and what we do want to make sure is that the lives of the Israeli and the territory of Israel is well protected and that Hamas will lose all his terrorist capabilities and he will never be able to carry out such a barbaric and vicious attack again. What I want to say is that, you know, I don't want to use the word hatred, but a terrorist organization that commits such atrocities should not exist anymore. And again, I want to say here, it's not a war with the Palestinian people. I do want to see a future where we do coexist with the Palestinian people, with the moderate Palestinian people that seeks for a better future for their kids. You know, yesterday in the UN, we have, for the first time, introduced a phone conversation between a Hamas terrorist that called his father, bragging about the fact that he just murdered with his own hands 10 civilians, including a woman and her husband, and that he still has blood. But we will not allow to people that are so vicious and barbaric to live two kilometers from our community. We are talking about Hamas. You are repeating Hamas, Hamas. What is Hamas? Hamas is a political party, not even a militia by itself. But if you corner a cat in the corner, it will become a tiger, and it will defend itself. The game of Israel is a modern technology, so priority military equipments, all the things that you would love to see. This could be, you know, in a world with a different country, with a normal citizens, regular citizens, who are children, have nothing except maybe knives from the kitchen or anything that they can manufacture by their own hands locally. What we are using is what we can manufacture in a closed place like a prison. They will fight, and they will fight with all the courage that you could imagine because they are simply fighting for their own survival. They are overwhelmed with all this huge, you know, superiority of Israel. Yeah. That's why you had seen a heroic picture how people can fight and fight like not anybody. While the regular soldier, who is 20 years, and he is doing it as a service, he has no motivation, and he is the attacker. We don't want to see also Palestinian citizens that aren't involved getting hurt. I want to be very clear on that. Yes. We are not declaring war on the Palestinian people. What Hamas is doing is, you know, using his own citizens as human shields. Where do you think they store all their rockets? where do you think they position all their headquarters? In hospitals, in mosques, in residential buildings, in schools. They are using their own citizens as human shields. History shows that you can never wipe out whatever faction, whatever group that is fighting for a cause, unless you address the root causes of this problem. If you today wipe out Hamas or whatever group, I am sure that other groups will come up because you have not addressed the root causes of the problem. As long as Palestinians are subjugated to occupation, to total siege, of their rights you will always have people fighting for their rights. You just cannot subjugate people forever. You have想過嗎 戰爭是什麼? 對贏家來說 彷彿是揍起了 莫達特 他在22歲 普解的 異國情調十足的 土耳其進行曲 你聽 他非常華麗 不斷氣 熱烈 慷慨 激昂 還能夠鼓舞士氣 這是贏家的感覺 但是 對輸家呢 戰爭對輸家而言 敦爭 敦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changed the rules of terror. And if we look at it in that way, it has made everybody, not just the United States, everybody now targets for different terror organizations who think that what they're where they're doing is to change the world. But the way that they want to change it is a destroy the United States and certainly Israel, Zionists and Jews. But to me, it's something that threatens worldwide. So I don't see another attack on US soil right now. They're very aware of it. I do see the challenge. And by the way, this isn't just against Jews. It's anti-Semitic and it can be against Muslims in other places. It's horrible. And that's why it needs to be shown that it loses, that this is not the way to go about anything. You see, this is a clash of civilization, a testing of the weapons. It's a pretext to protect the flat lines of capitalism system, you know, which has badly failed in the COVID-19. No one is giving attention to this, that for the protection of capitalist theories, you should have a war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you know. And now equating the 7th October to, which is a very limited thing, to 9-11 is a misnomer. And I say it's not, it should not be equated with that. 9-11 cannot happen again. But if the Western powers and they need a large scale war, many, many 9-11 can happen again anywhere. 在講究地緣政治對抗,國際社會熱中區分非此即彼的陣營對立的今天,只要有戰爭,就不可避免出現外溢連鎖反應。我們看看鴻海,從去年10月到現在為止,鴻海的航運危機一直沒有辦法化解,甚至是越演越烈。 在今年1月12號,美國、英國兩國也對野門胡塞武裝發動了襲擊。 美英兩國和胡塞武裝之間的互相襲擊都沒有停止過,這也造成了鴻海的局勢持續的緊張。 但是我們要不要問一問,如果沒有八億衝突,會有這場鴻海危機嗎? 我現在最擔心的是,這場航運危機會不會成為龍年全球動盪一個新的開始? 目前我們看到鴻海危機爆發之後,意味著八億衝突已經不再是一場局部性的戰爭了。 而是演變為一場對於全球經濟有重要影響的事件,或影響到我們每個人的錢包。 詠麟的觀察又是在如何? 我覺得兩個方面,一個就是對世界經濟的影響。 現在很多大的航運公司已經開始漲它的費用了。 對,那這個一漲的話可能會帶動整個的全球很多物價的上漲。 再一個就是這場衝突會不會向更大範圍、更高強度去發展。 這個也是需要我們關注的。 美國做這個事情是給誰看的? 我認為至少是兩個受眾。 第一個是他要做給胡賽武裝看。 意思就是說我其實也不想投入太大。 但是如果你做得太多了,那麼我只能是強勢反擊,表示我的態度。 那麼另一個就是做給他的歐洲盟友看的。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美國一直以來這幾年搞美國優先。 他想讓他的盟友承擔更多的安全責任、安全成本。 那麼這一次美國也是想說地中海出事了呀,紅海出事了呀。 所以你們這些歐洲國家是首先首當其仇。 你們應該多承擔責任。 結果歐洲國家沒有上當啊。 他們沒有很稀稀地參加團容衛視。 所以這次美國就說好,我先打下第一槍吧。 我想要引這個歐洲盟友上鉤,讓他們更多的參與。 美國不會升級。 因為這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三點。 第一點。 胡塞武裝就像所有的激進組織一樣。 都想拿國際的關注點。 因為國際的關注點越高。 有的資源越多。 所以所有的激進武裝,包括哈馬斯大尾, 都是要關注點。 胡塞武裝這次作為。 某種意義上說。 用中國的話說是抓存在國。 第二呢。 真正有升級戰爭能力的。 伊朗和美國都不願意升級。 第三點內。 從整個大的國際格局看,就會爬虎的風波。 美國國務院表示。 國際航運最近在鴻海的水域遭到襲擊。 希望中國在防止襲擊方面發揮建設性的作用。 國務卿布林肯都說。 無塞無裝的襲擊不僅傷害了區域國家, 也傷害了美國與中國利益。 而中國的國防部就表示說。 中方一貫主張維護國際水道的安全。 同時呢。 希望通過對話協商和政治途徑解決地區的熱點問題。 美方拼命地希望中國加入這個鴻海護航。 到底背後是怎麼盤算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呢。 主要是它和巴以衝突聯繫在一起。 如果沒有巴以衝突的背景。 就是胡塞武裝單純地去襲擊他國的商船、郵輪。 那我想中國一定會站出來。 但是現在因為這個背後有巴以衝突的成分。 那我們看胡塞武裝呢。 看起來還是打著一個道義的旗幟。 他說呢。 我只襲擊那些以以色列為目的的商船。 當然客觀上其他的船也不敢過了。 也有其他不是以以色列為目的。 跟以色列無關的船也受到了襲擊。 那不管怎麼樣。 在這個問題上。 中國可能背地裡我相信會做一些工作的。 就是通過一些私下的渠道。 但是公開呢。 中國肯定還是會比較謹慎。 當這個國際整個的運輸的秩序受到影響的時候。 那麼當這個整個運輸成本升高的時候。 實際上咱們受到的影響是首當其衝的。 我看到一個數據。 就是說現在那個20英寸的標準的這種集裝箱。 現在已經超到了2700美元了。 甚至說預期的話可能下週就3500美元了。 那麼這樣一個提升的話。 一定是會影響到我們每一個人的錢包。 以及我們的海外利益保護的。 那麼所以說現在。 就是說中國在這裡面。 剛剛吉本老師說了。 可能它有一個輿情的一個問題。 以及就是說巴底的這個立場的問題。 但總體上。 其實我們看外交部的發言人。 他已經很明確地表示說。 我們一定是要維護這個國際的這個航運的這個秩序的。 那麼我想。 中國肯定不會說是參加美國主導的這個護航聯盟了。 原因也很簡單。 說我們不知道它的這個護航聯盟。 它的成本邊界在哪裡。 它的行動邊界在哪裡。 它是不是要打成這個旗號去干預也門的局勢。 甚至是中東的局勢。 伊格老師一開始就提醒了。 說吉布地有中國的軍艦就在那邊。 其實地緣來講。 對中國是更加方便的。 中國在那有海軍基地。 還有營房操場。 那營房都挺漂亮的。 這帶出了什麼麻煩。 你是跟美國一塊打護賽。 打不打。 阿拉伯國家如果也打的話。 你跟著打不打。 如果你跟著打的話。 你是不是戰隊問題。 這外交難題太大。 我們多年來海軍其實一直是有定期護航的。 而且從護航的效果來講。 包括我們說在這過程中對海盜的壓制效應都還不錯。 當然我覺得其實這裡面確實是 現在鴻海的事態。 包括在印度附近發生的襲擊事件。 說明鴻海的這個危機。 我們說大家都會說最後歸咎於護塞。 那麼但是我們說現在這麼多非傳統安全威脅的背景之下。 會不會有其他的勢力在相關的區域。 比如說針對中國的船隻發動襲擊。 然後不明的身份。 大家都還是會歸結到護塞。 就是說現在就像殷剛老師講的。 確實有很大的風險。 會導致大國。 包括我們在那被捲進去。 而且這個過程中。 也許甚至都不見得是護塞幹的。 但是這個區域的混沌混亂這個狀態。 就會帶來很多不確定性。 和很多的這種操作的可能性。 這點上我覺得其實才是真的。 中國最不希望看到的。 我補充一點。 好多人提到這個紅海被掐了。 是不是對我們的那個一帶一路。 對那個中歐班列有利。 但是實際上不可能。 鐵路的運量是沒有辦法跟海運比的。 中歐班列一年單向對歐洲運輸是100萬個集裝箱。 但是從東亞到歐洲的一年集裝箱是2000萬個。 所以中歐班列的運輸能力不到海運的5%。 是遠遠不能補充的。 這個問題很簡單。 因為俄羅斯鐵路限制。 更關鍵是歐洲鐵路。 就是歐洲鐵路它那個沒有辦法承受那麼大的運量。 然後所以還要通過海洋來解決。 2023年。 我們曾經看到了伊朗和沙特終於握手言和了。 當時還非常興奮。 覺得世界可以鬆了一口氣。 而沙特與以色列的關係正常化。 似乎也近在咫尺。 但是誰也沒想到。 10月8日衝突爆發。 和平突景一夕之間又被打破了。 到底中東什麼時候才能迎來真正的大和解。 這是沒有答案的嗎。 我想打開惡性循環的僵局。 不妨要借用政治哲學家西塞來做那句名言。 最勉強的和平也比最正義的戰爭受人歡迎。 否則冤冤相報何時了。 可以讓伊朗和伊朗的解決定。 可以讓伊朗和伊朗的解決定。 當然。 因為伊朗和伊朗的解決定。 伊朗和伊朗的解決定。 因為伊朗和伊朗的解決定。 而我们赔的财务从这种状态 从这种短缺习惯的政策 这是我认为的财务 我们赔的财务 我们赔的孩子赔的财务 而且他们赔的产生也赔的财务 Lady,历史经常返回自己的事情 你可不认为 《6th Middle Eastern War》会出现更快? 之后,在以党中是以党 以党是一颗的恐慌 恐慌的恐慌 它有兵器在沙发的地上 它有兵器在Yemen、亚洲、西亚、西亚 它有盖务在沙发的东西 沙发的沙发在沙发的沙发 而是在沙发的沙发的沙发 我们不想看着沙发的沙发 我们不想看着沙发的沙发 但是如果我们必须 你现在完全忽略在沙发的沙发 沙发是谈老百姓 它绑架了整个假设地带 200万老百姓 把他们当成人盾 所以如果真的要实现和平这个理想 首先要剿灭沙发 才可以谈和平 才可以谈未来 这段诗词很多人非常熟悉 碎卧沙场军莫效 古来征战几人回 战争来临的时候 士兵和无故的百姓 总是第一个牺牲品 这个时候我们不妨来听听 处于战火当中的人民 对和平的呼吁和渴望 Lin 优优独播剧场 Well let's talk about the hostages because these hostages were taken in one of the most horrible war crimes that i think we ever saw more than 220 people but what do I mean when I say people they took baby as young as nine months old they took a Holocaust survivor as old as 85 year old they took wounded people they took families 我们甚至知道如果他们是生命的 我们甚至知道如果他们是好治疗 我认为这些人应该被离开 无论任何其他人 无论任何其他人 他们被离开了 在何一个战争的战争 在何一个 barbaric act 我们想看到他们被离开 无论任何选择任何选择任何选择任何战争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战争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战争 在Gaza 很糟糕的战争 继续人们的游战 我认为这世界里要做的 是停止这 就是停止这 然后想想到长期的 想想到这些关系 從未來再發生 而是透過一個政治的過程 透過一個維持的平衡 這將會保障於巴勒斯坦人們的權利 沒有一個維持的平衡 沒有巴勒斯坦人們的權利 自己決定和自己的國家 這將會再次發生 像我們在過去70-80年 謝謝 我最擔心的是我的安全 我不要被恐怖分子屠殺 我也不要恐怖分子把我當成人質 這個很明顯 對嗎 那其次我才會考慮其他的方面 其他的因素 所以我也特別期待和希望 他們那個巴勒斯坦老百姓 可以有真正的領導人 可以承擔責任 可以停止這個仇恨的教育 可以停止所有的恐怖襲擊 可以停止對以色列所有的暴力的行為 然後一起和以色列政府來談判 來一起給我們的老百姓 建造更好的未來和生活 Wisdom and history have told us 兩道理 第一 如果你是非常強烈 你會變成 arrogant 你會不會想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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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認為他能否決定 他不會想法定 他不會想法定 因為他在一個強烈的情況下 這就是現在的事實 他們覺得他們是超級的 他們可以贏 他們可以贏 其他人 不能給他贏 因為他會贏 所以 如果你是有個贏 你會不會贏 你會不會有任何勝利 在 Algeria the French had occupied Algeria 130 years to reach the obvious that they cannot take Algeria. When the Israelis will come to their sense and feel that they cannot win this war, no matter how long it takes, that's the time when we will be able to talk with them in a common sense. But we can save the time i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an convince them and bring them to the table where we are ready to discuss and negotiate. And we in Palestine, we are so thirsty for the peace because we are living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and we would like to see a better future for our children. But I'm more concerned that when the both sides go to the street and attack the hardliner, nobody want to compromise. What will happen? No, we are in compromise, but we cannot offer peace because we are the weaker side. We cannot. The U.S. war has been hit for two years. The Ha-U.S. war has not been stopped yet. The two wars have no meaning and value. The Ha-U.S. war has not been stopped y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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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Ha-U.S. war at the Chi's and the following award happened in the τις